那我们接下来讲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 消息的发布和订阅 讲Radis 有没有讲过 我们是不是 已经讲Radis 讲过发布订阅了 那 这个跟Radis发布订阅是一样的 只不过语法上不太一样 那我们就来看 这个发布订阅 之前咱们这个例子 都是一对一的消息发送和接收 是不是 对吧 那 消息如果要进行 比如说你这个 像发布订阅 它是什么呀 是不是一对多 有多个接收者 没错吧 多个接收者 那 有多个接收者的情况下 之前是消息只发送到指定的对列 现在你是不是想 让你说 你的消息被所有的 相当于所有的对列收到了 就类似广播的效果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到Exchange 咱们一直没有提Exchange 什么东西 是吧 来 现在来看 An Exchange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它呢 on one side it receives message 它收消息 在一端 它收消息 从哪里收消息啊 从一 从生产者那一端 收消息 and the other side 在另一端呢 它push 把这些消息 推到 这个对列里 对吧 它就是负责 从生产者那里接收消息 然后把这个消息 推到对列里 你之前一直以为说 哎 消息是直接由生产者 发到 消费者的那个对列 其实不是的 而是什么呀 那 之前 假如说 你这是Q1 你这是Q2 然后现在呢 这里有这个producer p1 这是 C1 C2 好了 之前我们一直认为 消息是直接由生产者 发到对列里 然后 消费者从这里去 是不是啊 对 那 但是实际上 不是这个样子的 实际上是什么呢 这边呢 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Exchange 那 这个Exchange 负责干的事情 就是 把消费者 生产者 把消息 发给Exchange 然后 Exchange 负责把消息 发给Q1 或者是 发给Q2 那意思吧 那 为什么要多出来一个 Exchange呢 为什么要多出一个 Exchange呢 是因为 Exchange 是因为如果消费 生产者直接把消息 发给这个地方的话 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解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RabbyMQ提供了一些 更强大的功能 就是什么 你可以对消息 进行过滤 就是你可以控制 哪些消息 发到哪些对叠 你对我意思吧 你如果想实现一个 控制哪些消息 发到哪些对叠的话 你先前面 是不是应该有个东西 可以控制啊 Exchange就是说 负责 收到消息之后 对消息进行过滤 然后决定 把消息 要发到哪些对叠 你理解吗 OK吧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类似一个消息转发 和分发和控制的 那么一个 一个节点 好吧 好了 那 这个 Exchange 必须 Exactly 精确的知道 What to do With the message It receives 收到消息之后 必须精确的知道 它要干什么 Should it be append to a particular queue 应该把这条消息 就是发到一个 具体的对叠里呢 还是说 把这条消息 发到多个对叠里 或者是什么呀 Get discarded 是不是丢弃啊 还是说把这个消息 给它丢掉呢 The use 这个规则 for that 这个规则 就是说 我到底是怎么去处理 这个消息的 这些规则 are defined 是根据这个 Exchange 的 类型 来定义的 对吧 这个规则 Exchange 类型 那 Exchange 类型 决定了 这个消息 会被怎么去处理 对吧 会就是被转发到什么 Q里 那 咱们就必须要了解一下 Exchange的 有哪些类型 啊 决定啊 那 Exchange 哪些类型呢 第一个 叫Fanout Fanout 就是 所有 Bind 到 Exchange 什么叫Bind 绑定 所有绑定 因为 注意了 你的生产者 永远不可能 直接把消息 发给消费者 OK吗 在Rabbit里面 他 只能 只能发给 Exchange 那 消费者 如果想接收消息 就只能 从 Exchange 里接收 对不对 那 想从 Exchange 里接收 就必须先 事先 绑定 让Exchange 知道 有你那么一个 对列 他才能给你 转发 对不对 如果你不去 把你自己的 对列 绑定到 Exchange 上 即使 Exchange 想给你 发 他也不知道 你在哪 可以理解吗 他就不想 给你 他不管 对不对 那 此时 所以 Fanout 是指 所有 绑定到 这个Exchange 的Q 都可以 接收消息 就是 他就是一个广播 你的Q1 Q2 如果绑定了 这个Exchange 在这里 画图 用X 表示 就是 Q1 Q2 绑定了 Exchange 的话 那 是不是就都能收到 这个消息 如果它是什么呀 什么格式 什么类型 如果是Fanout 就是相当于 什么呀 广播 OK吗 刚才说了 这个红的一个东西 红的东西叫什么呀 是不是叫 Exchange Exchange 对 Exchange Exchange 中文的意思 就是交换的意思 就是把消息 从P1 交换 就从这里 交换到那一端 是不是 就是转发的意思 那 Fanout 是广播 那 还有什么呢 Direct Direct 是什么呀 通过RoutingK RoutingK 咱们一会儿说 通过Exchange 和RoutingK 决定 哪个唯一的Q 可以接收消息 那 哪个唯一的Q 可以接收消息 这个是不是有点 这个其实是 这个 对 这个其实是写错了 不一定是唯一的Q 是哪些Q 那些吧 是哪些Q OK吗 啊 就是 Direct 就是 有条件的广播 相当于 你说是不是 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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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主播是不是 就是一组机器啊 very good 主播 哎 主播 对吧 就是咱们分多少组 我只给这组的人 拍消息 下面 下面还有一个叫 topic topic 什么可以 什么 所以 所有符合 RoutingK RoutingK 一会儿说 the bind Q 可以接收消息 这什么意思啊 在这里看到 topic 会有一些 这个条件表达式 anway 那我就直接跟你说吧 topic 是什么呀 有条件的 应该叫 有条件的主播 有条件的广播 什么叫 有条件 有条件过滤的广播 什么意思啊 好 就是说 你的 生产者 默认 但理解为 他还是广播所有消息 OK吗 但是 你的消费者 虽然绑定了这个生产者 绑定了这个exchange 但是 由于消息量太多了 你不想接受所有了 你只关心 是不是你关心的那些啊 所以你就可以从广播里面 去过滤出一些关键字 那意思吧 这些有 包含这些关键字的消息 就会被发为你 理解吧 就相当于你又做了一个消息过滤 是不是啊 对 就这样 好 然后 还有一个叫headers headers是通过消息头 通过消息头 咱们上节课讲 那个 呃 是不是有一个消息的 消息 body里面有一个叫 perperty的东西 就是属性 一个消息里面 是不是可以带好多 参数啊 对 他可以通过 那个 参数里的设定 然后决定把消息 发给点些q 但是这个用的非常少 对吧 用的非常少 并且是rabbit的后期 才支持的 所以现在不怎么用 你你大概知道 有那么多东西就行 好吧 他可能有些特定场景 呀 那基本上最常用的就是 基本上就是这三种主要的 好吗 那现在我们就来分别看一下 每一个 好吧 先来看 先来看什么呀 是不是先来看广播呀 广播是不是就是 就什么呀 Fanout呀 Fanout Fanout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对 Fan就是膳子的意思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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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看 之前我发消息的时候 就是CinderWorker的时候 发消息的时候 我这个Exchange是不是一直是空啊 用的是RoutingK 把这个消息 对吧 转到这个具体的对列 那但是Fanout就变了 Fanout是有 Fanout不一了 你看啊 你的Exchange 注意了 之前我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换了一个Exchange啊 你可以有多个Exchange 没有我意思吧 你可以有多个Exchange 不同的Exchange 绑定不同的Q 都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吧 好了 那此时 你先声明一个Exchange 这个Exchange 你如果想让 也就是说 只要把消息发到这个Exchange里面 它就会直接全广播出去 理解吗 那名字你随便起 好吧 我就管它叫日志 日志logs 这随便起的 你起的 那类型是Fanout 代表这是广播的 好吧 广播的 那 接下来你要发消息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说过啊 啊 hello word 那看这个 发消息的时候 这一条关键啊 甚至是这个 Routing key不要写了 不能删掉 啊 还得 唯空 还得 还得 还得存在 唯空就是代表 就是就就 就不指定发到哪个Q了 理解吧 Body message 就是它就简单的 直接把消息发给了 他直接简单的把消息 发给了exchange 生产者之端 是不是直接简单的 发给了exchange啊 那exchange 收到了这条消息之后 发现啊 你是Fanout 对吧 你这Routing key又是空 代表 OK 就广播给所有人 那意思吧 好吧 我就给你广播出去 可以吧 啊 那 这是这个 咱们来看 接收端啊 接收端 啊 咱们看一下 咱们来说 咱们neg快二 走 咱们快二 咱们来誘品 哦 clearly local 中国 지역 里 来 OK 来看 接收端这边 这句话 也是就是 没有这是声明吧 这不是绑定 就怕你这个接收端先启动 会导致这个就像 上节课那个同样的错误 来 这是什么呢 这句话不太一样了 大家来看 我这里写了一个什么 Channel.QDeclare 先说Exclosive 什么意思 Exclosive 你可以在这里理解为它等于Unique 排它的 就是指唯一的 在这里 没有意思吧 Exclosive 就是唯一的 Exclosive 等于一个True 什么意思 注意了 同志们 你看 之前我 Declare一个Q的话 是不是都声明一个Q名啊 但是现在 我有写Q名吗 注意了 你不指定Q的名字 Rabbit 就会随机分配一个名字 理解吗 Exclosive等于一个True 会使 会在使用此Q的消费者断开后 自动将Q删除 并且 这里忘了说了 并且这个Q是唯一的 你有意思吗 就是它自动给你声明一个Q 肯定是唯一的吧 对不对 并且呢 等你这个 注意听 并且等你这个 这个消费者收到消息 然后你是不是断开了 他这个Q就自动删除了 我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声明一个 就是随机声成一个Q 而不是自己写上名字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海底老 你思考一下 不要说不知道 或者你们谁思考一下 我这像刚才一样 写一个名字不完了 注意了 同志们 一旦你声明一个Q 如果你不 你不把这个Q 写成Devable等于True的话 而且你如果把Devable写成True 这个Q就一直存在了 对吧 如果你不把Devable写成True 至少RabbitMQ不重启的话 它也一直存在 是不是 你要注意 在生产环境中 以后 我们放在生产环境 你这个 不是 你这个对立不可能天天重启 你的这个Rabbit 可能运行半年都不重启一次 运行半年都不重启 你这可能就一个广播 可能别人就收一条消息 或收十条消息 以后再也不收了 行不行 或者是他们俩月收一次消息 那 但是这个 一说到广播 你是不是就是广播给很多人 那你可能同时要广播给两万个节点 两万个客户端 是吧 或者你以后做一个APP 你要广播给你的好几百万用户 几百万个用户 那你几百万用户 可能一个月就接那么一次消息 是吧 那你此时接完了 它断开了 但是你的对立还存在 对吧 你的对立还存在 它不会扇养 除非你手动扇养 对立占不占空间 当然是占空间的 它是一个对吧 它自己也占空间 那 反正 我忘了从哪里看到的文献 一条消息 你通过RabiumQ发一条消息 至少要占掉4K 4K光发一条消息 对 因为它这个消息里面 不光是你写的东西 还包括消息头 对不对 各种参数 那 所以就是说 这些消息 就是这些 这些客户端断开了之后 对立还存在 就像僵尸一样放在那里 是不是 永远可能都不会再用 但它占着你的空间 对不对 随着时间增长 你这RabiumQ可能就会 大量的这个内存的资源 都被这些僵尸的对裂 给占用了 是不是 所以 那怎么办 就可以搞成这种 搞成临时的 随机的Q 临时的随机的Q 你收消息的时候 我帮你临时声明一种 你断开了 我就把你删掉了 是不是 这样就不会存在 那个堆积的问题 是不是 可以理解吗 可以了 好 那 我声明了一个 这个 这个临时的Q 之后 我现在 注意了 你要想拿到这个Q的name 我可以打印一下Qname 看他给我们声明的 这个临时的Q 是什么 Qname 是 result 看到这个result了吗 这个result result 就是你随便 起了一个名字 result.method.q 就是那个Q的名字 就是临时的 那个Q的名字 好吗 那 我可以打印一下 临时的Q的名字 接下来 你就绑定了 绑定 什么呢 exchange 你是不是要绑定到这个 log exchange 这里 然后 你绑定的时候 你还要 你把自己的 你是谁交代清楚 理解吧 你要告诉他 我是Q1 我是Q2 是不是这样 你把这个Qname 传进去 就完了 接下来 你就可以开始 干嘛 消费了 开始消费了 OK吗 开始消费 就直接 basic consume 然后 之前 其他都一样 nowact 应该除非 去掉 是不是可以收消息 啊 这可以吧 好 那 我们来试一下 好吧 先启动 无所谓 启动谁都可以 发来一条 Hello Word 接收端 哦 I'm sorry 这是SEN的端 是吧 这个 这个吗 对吧 卧槽 TEMP Qname 看到是什么 随机的一个值啊 你每次重启看 是不是都不一样 同志们 来 我刚才那消息 怎么没收到 刚才发了一条消息 怎么没收到 发了一条啊 我刚才发了一条 没让谁收到 来 看着啊 我再停掉 我再发一条 现在发一条 看发了吗 然后我开始接收 行不行啊 卧槽 消息呢 怎么没有啊 其实他说的对啊 对啊 人家把消息 发给了exchange了 exchange是不是负责转发呀 exchange转发的时候说 谁绑定了我 我是不是就转给谁啊 此时没有绑定我 是不是就扔了 就扔了 那还给你留着呀 卧槽 还给你留 对吧 这种广播就是 你不来 你不 你要不然 你要不然现在收 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对吧 此时看着啊 此时 我启动了三个rabbit的客户端 看到没有 他是不是广播呀 广播的话 我发了一条 看着 全部都会被收到 全部都会被收到 三个客户端 是不是全部都收到 这个就是广播模式 OK吗 然后你看每个启动的这个临时的cue都不一样 是不是啊 对吧 好了 那这就是 这就是广播 Fanout 好吧 可以吧 可以哈 没启动吗 我这个 还是没电了